肌肉酸痛是大部份都市人的通病 不少人都喜歡買一些按摩椅放在家中 通過按摩去舒緩緊繃的肌肉 除了傳統的按摩椅之外 市面上亦都出現了一種叫做按摩窗的產品 但款式那麼多 到底大家要怎樣選擇 而它們又有甚麼分別呢 今天我就找了幾把市面上比較熱門的按摩窗 來和大家看看它們有甚麼分別 雖然按摩窗在某程度上的確可以舒緩肌肉 但原來它亦都有很多潛在的風險 我說你可能就不相信了 讓我找個專業的物理治療師來和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使用這個按摩窗的時間 要留意某些位置其實是不適宜打的 例如骨頭和印帶的位置 因為這樣打落骨和印帶很容易相對這些組織 另外其實還有一些位置可能是大家做完運動 可能是胸肌或背肌比較近 但記住就是翼窩這些位置都是不建議打的 因為這裡其實有很多淋巴和神經線 即是如果用一個按摩窗的力度太過厲害的話去刺激它 其實淋巴有機會有些組織受損都會影響我們身體的 其實除了運動按耗者 其實很多辦公室上班或者都市的人 都會因為上班的時候坐在這裡多 令到肩頸或者肩頸位 或者肩甲位的位置比較緊 和覺得不舒服 但如果大家想用按摩窗去按摩這些位置 一定要留意 因為其實肩頸這位置 因為很接近上腦的血管 如果打的過程 一不小心一滑過去 如果強度很厲害 打到血管 血塊移動了 然後令到有血管生生的情況 就會影響我們身體的狀況 所以記住肩頸的話 盡量我們不要打頸這些位置 其實用拉筋或者用人手的手法治療 讓它鬆回去可能會比較理想 它有不同的窗頭 有時候面積比較大的窗頭 打一些大的肌肉 可能會舒服一點點 但如果你說用尖銳 有些不同牌子的窗頭 會是比較尖的 可能有追體或者尖的 打下去如果比較幼暖 或者通常是內側位置 或者是比較敏感的位置的時候 那個力度就會很集中 打下去的感覺可能就會比較痛 這樣就說未必很適合的 除了拉筋 其他需要的動作 我們想用一個按摩窗 去幫自己做一些深層的按摩 那個時間 一個部位大約五至十分鐘 其實都已經很足夠 因為你要拿著把槍 自己在動來動去 說真的你的腳可能鬆軟的時候 你的手都已經累了 如果是做運動期間 甚至做運動之後 突然出現一些不尋常的痛 是一個劇痛 痛楚比較大的話 建議大家休息完之後 都不好的 我們先看醫生 或者看其他專業人士 看情況是否適合用一個按摩窗 請教導 請教導 你